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长 我们昨天学习道 绝水放火 以害民居 我们今天接着学习下面 问乱规模 以败人功 损人弃物 以穷人用 那么这个四季啊 所讲的 这个 问乱 问就是老乱了 原来是有条不问 有条理的 那么他就给它 弄乱了 这个规模啊 就是一切的 法令规章 规则 这些都包含在里面 这个叫规模 我们叫法规 在道场叫规约 这种种的 这个涵盖的 也很广 凡事属于啊 一些 法规 规辞 规约 规定 等等的 那么规模就是 他已经有条理的一个规模模式了 去把它弄乱了 这个叫问乱规模 那问乱规模 主要是要以败人功了 人家的这个功劳啊 跟他败坏了 他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啊 做出来一个规模 这个有条不问啊 把它弄乱了 弄乱了就是要 败坏他的 这些功劳了 要去破坏 他的规模 那么这个在我们现前 这个世界上 也可以说非常多啦 一个 好的 有条理的一些规模啊 被人啊 任意啊 他就把它破坏 这以败人功啊 那么要败坏啊 别人啊 他所做的一切 那么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损就是损坏 这个上下两句啊 合起来啊 这个都是 要去破坏别人的 损人器物啊 这个器就是器具物啊 物品 可能损坏了 那损坏呢 他主要以穷人用 那你不能用啊 那个就叫以穷人用啊 那这个是 那么也有无益的 也有故意的 那总之啊 那总之啊 不要 去 混乱规模 这个规模已经 它有条理了 不要去 捞乱破坏 那去败坏别人的功劳 也不要啊 去损坏这些器物 以穷人用 让人家得到损失 这个罪过 都很重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不会增长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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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